我們要使用無線網卡來當AP 我們在 EDU2017裡面的做法 首先第一個你要確定你的無線網卡支援AP模式 早期的無線網卡是不支援AP模式 你怎麼知道呢 在Ubuntu底下你使用IWLIST LIST PORS號GREP AP兩個字 它會列出只要你有看到AP 表示你的無線網卡都支援 新的網卡一般來說都支援 我們會使用PORS號的理由是 你不使用PORS號的時候 IWLIST的出來的設備太多 你太難找 好我們的無線網卡已經支援了AP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們在 平常我們是直接連我們家裡自己的AP 那現在我們要當AP所以我們不是用這邊 我們設定一個 連線 編輯一個連線 新增一個連線 選擇WiFi 選擇建立 建立裡面 好我就把它當成好了 EDU2017 連線名稱 SSID 我也把它 設成一樣 當然這兩個名稱可以設不一樣 在手機上你看到的SSID 就是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 這個是給我們在這個連線的地方看的 這個是給手機上面看到的 這邊請你選熱點 早期我們會 請老師們設定ADHOC這個模式 這是跟電腦可以連 那一般現在多數手機都不支援ADHOC這個模式 點對點的這個模式 所以請你選 一定要選熱點 熱點之後這波段 你的無線網卡支援到什麼波段 像我這個無線網卡可以已經可以支援到5G 那一般我們就是選自動 自動這邊頻道就不能選 那順便介紹一下 2.4G是現在 應該講說 頻道最雜亂的一個頻段 那他有14個頻道 其中13個可以用 第14個通常設了也沒有用 那就是1到13可以設 那5G的頻段呢 就多很多了 相沖的機會就少很多 那你 也不用費心去設定這個 建議你就直接選自動 讓電腦自己去挑 兩個網段 只要能連的上都OK 裝置請你選擇你需要的裝置是哪一個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Wi-Fi 安全性裡面 建議你的Wi-Fi一定要設密碼 雖然設了密碼還不一定很安全 但一定比沒設要好 所以建議你是設 WPA2 當然你要用前面這兩個也可以 Wi-Fi 好那我簡單設一個密碼 因為這是示範 我就把它設12345678 IPv4跟IPv6你這不用去動它 它自己會調 設定就蠻簡單的 你就把資料填給它 實際上只要一個什麼 重點是一個SSID 熱點 網卡選好 安全性 儲存 這樣就做完了 你看它已經連上EDU2017了 那你說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連 按連線資訊 這邊看一下 EDU2017 Wi-Fi出來了 10.42.0.1 它自動給IP了 那你說我的手機到底怎麼知道 它有沒有 有沒有連上呢 所以接下來我使用的是 我的 手機來 做連線 好那我現在用的是 VLC這個程式 使用Webcam來看我的 手機 好那這是我的手機 那目前呢 是關掉的Wi-Fi是關掉的 Wi-Fi是關掉的 那我把Wi-Fi打開來 好你看它現在自動會找我家裡的 家裡的 所謂的 AP去連 已經連上去了 可是EDU2017在這裡 它沒有連 所以我點一下EDU2017 它會要求我輸入密碼 那我就打 1 2 3 1 2 3 7 8 然後按連線 好現在看到已經連線了 那我們點下去 它拿到的是10.42.0.190 完成 完成 那我們回到上一頁 看一下我的信卡 我已經把 行動數據停掉了 所以現在只有Wi-Fi Wi-Fi在連 我們來測速一下 我們用 SPEED測速這支程式 我們用這支程式 我們選擇開始測試 你看它可以高達50幾枚 所以表示它真的是在使用 我家裡的 那個 寬屏連線連出去的 好上傳也可以高達 30幾枚 快40枚 好真的是在使用我們的無線網路在連 好這就是我們使用 無線網卡來當AP的示範 好